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歡迎繼續我們的侏羅紀世界進化 那麼今天第三集呢,老頭呢,必須要快馬加鞭,趕快把我們的腳皮龍 的這個舒適圈給擴建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他的舒適度現在已經66%正在扣了 那我先趕快擴建完之後,我再一一講解 要如何去調整恐龍的習性與生態 去讓他們在這個地方安安全全的不會想要越翻牆這樣子 邊邊這個我想趕快做一個擴建的動作 我們先想辦法挽救一下 我們這個 腳皮龍的問題 好不好,不知道的話真的是 有點傷腦筋啊 大概擴建這個樣子好不好 好不 然後我們把我們這個圍牆的部分拆掉 好,這有沒有比較大一點的 挖64,他快要變50%快要生氣了 然後呢你看他左邊呢 這個健康直視處走動 以及他的健康什麼之類種種的有沒有 開始在上升了,舒適度上升中 太棒了太棒了 草原,需要的草原也是有那個 需要之,應該怎麼講,這些草原啊,森林啊 恐龍樹木啊 這些樹枝是給你拿來參考的 恐龍樹木也不能太多,太多他會不爽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紅色就是不好 藍色就是好的 懂嗎?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這個社交就等於說這隻 角鼻龍不太喜歡群居 所以說呢,也不能就是 讓不同種類的 不同種類的恐龍放在一起 他們可能會打起來之類的 不過現在舒適度是慢慢的上升 我就放心了 要讓他們全部100%其實沒有問題 像是 草原的部分的話我們可以多加一點草原 剛剛真的是有驚無險,我的天啊 多弄一點給他好了啦 讓我們的角鼻龍可以舒適一點 好不好 然後水的部分我覺得這邊再弄一點給他 讓他兩邊都有水 好不 讓你兩邊都有水 這樣行不行 這是水嗎? 對 我還會看一下這是水嗎 懷疑了一下自己有沒有 舒適度100%的 森林他很喜歡 草原的部分呢 為什麼還沒上升我就不清楚了 不過我們可以去觀察他啦 這邊就有簡介,就可以知道他喜歡什麼生態 通常他們是獨居的,但也可以組成小規模社交 群體 並綜合中等數量的一種恐龍 他們 需要居住在環境是一塊小森林 和遼闊的草原 我們已經給他了吧 OK OK 啊這個為什麼這個羊還沒生出來 叫他肚子餓餒,我們再蓋一個好了 可是我們現在剩下七幾萬 有個新合同希望你考慮一下 什麼東西 新合同 改善 庫存空間來提升 喔 對我們的化石中心套用庫存升級都OK啊 待會待會再說我們先把我們這個可愛的傢伙呢 再加一點食物好不好 我怕他餓死 要用哪一個啊 不是電力 應該是這個 兩種讓你選擇 好不好 兩種讓你選擇 要放哪裡啊 誰的狀況不佳啦 誰啦 來這邊再放一個給你 誰的狀況不佳 哪一個傢伙狀況不佳 這個很健康啊 哪裡狀況不佳 這隻喔 啊這隻到現在一直被我麻醉吼 完了他快死了 我們得把他弄醒 直升機運輸他一下好了 他有其他工作我看一下 這是麻醉恐龍 運輸 把他拉到這邊來 為什麼他麻醉不會醒啊 完了趕快救他不然等下要死了 好了 接下來我們這個腳鼻用的生態應該是蠻OK的啊 至少他舒適度百分之百是最主要的一個重點 舒適度百分之百就沒問題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之前沒有辦法蓋孵化場的原因是因為孵化場 在這個地方 那要再蓋一個其實真的還蠻貴的而且空間又很大 我覺得不太方便 所以說有一個方案就是有人建議我 有觀眾們建議我說老頭這個地方蓋個圍欄吧 啊 恐龍召喚出來之後呢我們可以立馬就是 用直升機 麻醉完用直升機把運到這邊來 我不知道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好一點啦說真的 耗的資源會不會很大我就不清楚了 那是走一下就試試看吧好不好 希望不要因為舒適度不夠而翻牆 OK 這樣子應該可以了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我們上次那個合同的問題 我們合同的那個問題就是 等一下我先照顧一下看一下這個傢伙 他會吃東西嗎 拜託拜託先恢復一下健康 先恢復一下你的健康吧 哇 哇 快點喝水吃東西啊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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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飢餓 後面這兩個字看不懂 飢餓難耐嗎 有了他要補充水份了 他需要一點食物 我們再用一點給他好了 雖然這邊有一個 餵食處啦但是 再弄一個在他旁邊好了 你們要吃東西就出來吃喔 乖乖吃 他應該正在吃了 好吃好吃 應該可以不會讓他餓死了 我看一下喔 會不會上升 有嗎有上升 有了有了有了得救得救得救 嚇死我了 千萬別死捏 那我們接下來呢先看一下那個合同喔 剛剛我們有講的就是那個合作的部分喔 要從哪裡開始啊 他說這個任務喔那時候我是沒有按開始任務啊所以說沒有辦法接這個啊 下面都是在開始任務上上一級老頭沒有看到跟87一樣 好不好我們來開始一下任務好了 阿會放 目前的任務喔那我們先來做一下保全的任務好了 保全的任務要做什麼 喔 不是這個啊 我看一下右下角 喔對化石中心套用升級項目 化石中心 空間 我不能升啊 需要研究 那我要怎麼套用升級項目呢 遊客們都想近距離親密接觸你這些恐龍 問題是不能讓他們真的接觸 建造設施提升能見度 同時 喔 遊客們和恐龍隔開 水喔 請在四周 佈置觀看區 景觀台 單軌電動車和水晶遊樂園 喔哇這個範圍其實很大 你看仔細看 這個範圍 他們是看得到的啦 啊 服飾店 我們要升一個服飾店嗎 我們可以解這個任務好了 好我們等一下來蓋個服飾店 因為我們現在有個任務是 銀利公園 要增加服飾店 這個是 這個是科技的 欸沒有這是娛樂的 娛樂解完之後呢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接那個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娛樂的 所以說他每一個合同好像都可以各接一個的樣子 是吧好像是這樣子 好吧我們現在再去探看一下好了 好了我們現在有服飾店了 要蓋哪裡好啊 突然沒有位置了 嗯 服飾店 不對這裡不行 喔喔 蓋發電廠旁邊 呵呵呵呵 啊會不會 會不會母湯啊 什麼聲音 觸聲的聲音 空間實在有點不夠 喔喔 欸這裡居然可以耶 喔啊服飾店蓋這正中央好了啊 你們說這樣好不好 決定了就這裡了 nice 然後 拉一下道路好了 我覺得這個道這樣看起來怪怪的 把這邊 拉平好了 拉平好了 田滿滿 nice 欸這裡沒弄到 ok 是不是 服飾店蓋完之後呢 建造提供電力給服飾店 提供電力給服飾店 沒有電力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電力喔 喔這邊不夠 哪一種電力比較好啊 這是接電線的 電廠 喔一個 蓋一個在這邊好了 這樣都會摸到嗎 太棒了 大概還是這個位置 nice 接得到嗎 這樣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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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恐龍帽 大怪物 來來來來來一個二十塊一個二十塊喔 欸售價二十塊 恐龍上衣 還是要連身帽呢 我覺得連身帽比較屌啊 這邊有丹麥連身帽齁 來來來來來 不用錢不用錢 沒有啦騙你的 一定要錢 好我們任務完成了 一百萬 喔我們可以拿到龍王龍DNA了喔 非常好 我們已經讓公園的快樂程度達到最高 遊客人數也因此增加 快樂程度 這就是為什麼娛樂部門這麼招人嫉妒 因為我們做得出成果 呀 公園營運良好 我們的科學研究就會更順利 太棒了 當然 我絕不會把這道理告訴埃薩克 我已經聽到了 我我正想補充說 呵呵呵 不不不不 太遲了 我聽到了 太遲了 太遲了 完了 完了 龍王龍是這一隻是吧 我在想說要不要再弄一隻龍王龍 再造一隻這隻要五十五萬 好貴喔 沒有錢 好我們現在來借一下這個三角龍的合同 紅好了 三角龍合同 我們先看一下看看龍王龍龍王龍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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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王龍七萬五六萬 一次找兩個感覺不錯 好 我們任務開始接這個應該可以直接接了太棒了 哇 伏劃並放養 而且我知道 你一定不會拒絕這樣的機會 孤化並放養 來來來來 50%以上的三角龍 來來來來來來來 我們共同合作 就能製造出更 更加真實的恐龍 更加真實的恐龍 我認為你樂於接受這個挑戰 所以 別讓我失望 我們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不要使用那種直升機掉的方式把它掉出來 讓它自己走出來啊 我相信 我已經接近關鍵點 應該會比較好吧 而且這樣的成果 至少有一部分是拜你的付出所賜 拜我的付出所賜 我們必須培養 孵化 及安置恐龍 然後就能知道 我們的努力是否值得 我有點想要再那個 再孵化一隻 我們的 角鼻龍 第二隻好了 好不好 好那這邊來設一個觀看區好了 這什麼 我會盡我所能的幫你 你也要盡你所能的幫助 培養孵化並放養 兩隻兩隻新恐龍 好我努力 我努力 林北努力好不好 我們要增加遊客數量了 所以我們要蓋一個 想說幹嘛蓋飯店 75萬 哇塞蓋下去我就沒錢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蓋一個景觀區好了 好不好 我這恐龍已經準備好是吧 奇怪景觀區在哪裡啊 恩恩恩 啊是圍欄是不是 15萬啊可以 景觀區的話15萬沒問題 哇靠居然孵化失敗 喔原來是這樣子嚕的喔 這樣子才會有更大效果在啊 可惡 要貼貼起那個柵欄啦 那我們那個蓋錯了 到時候想辦法改啊 到時候想辦法改 可惡 這個地方要稍微露一下了 把他拆掉吧 看一下要怎麼把他拆掉 哇 還好啦沒有賠太多啦 我們拖前面一點 有沒有可以這樣貼平 他可以看的更遠 哇這真的可以看更遠耶 我的天啊 好這決定是這樣子 來看角鼻龍喔 如果這邊可以蓋一個塔應該會更好 警官台不行還需要研究 我們到時候警官台應該可以蓋那個地方 好我們有一隻羊跑出來了 好他現在還沒有很餓 然後我們這邊角鼻龍孵化失敗了 浪費我的錢 我的55萬 居然孵化失敗了好吧 放養一下我們三角龍 按掉 完死了 好我們讓他走出來 自動走出來看看好了 他會不會自動走出來 有耶 水喔 關門 有效繁岩後代 請確保我們的樣本 都受到妥善的照顧 保障恐龍的福利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以開這裡 當然啦 不會感謝我懂 這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該啊 好 這樣就方便多拉 我石肉龍出來之後我開這扇門 他會自己走到石肉區 是不是 我三角龍的那種草石的龍呢 這邊開門他們就從這邊出來 是不是很讚 吸不吸 太棒了 啊是這個 這個研究完我是不是就可以解除那個任務了 試試看好了 太棒了 原來是這邊看喔 好 喔 電力的風險 輸出量提升14% 我覺得這個電力也蠻重要的捏 裝填速度 瞄準 這個是屬於巡邏車那邊的 探勘中心沒辦法升 有點哭哭 研究隊伍 點數不足 這可以升一下好了 欸不能升了 這個這個升完應該就可以再拿一些錢 喔 有了 再放一隻 耶 拿了25萬 呵呵呵 這是很寶貴的技能 爽 在這裡非常寶貴 來喔 歡迎來到 侏羅記世界 這是你的新家 你的新家啦 感染疾病 好喔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出動我們的 車車了 頭藥頭藥 維修建築物重啟破壞治療恐龍對恐龍頭藥 補充餵食支援 補充餵食支援 所以說我們要補充這個羊呢 是不是也要用我們的探險車啊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還真的咧 我們腳皮用勒 哈囉 我們腳皮用勒 我們的那個車子在哪裡 我看一下 我要怎麼操作啊 他在射他 他在射他 我記得可以用第一人稱自己去射他啊 治療完畢了 莫名其妙治療完畢了 哇 獲得一百萬 好爽喔 純種恐龍 漂亮喔 你當然也有功勞 但在我的指導下 我覺得我們會是個很棒的團隊 再合作一次吧 我會再告訴你 增加攻擊力防禦力特性 博士在過程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我覺得可以這個比較好 抵抗各種疾病 先學這個 吳亨利 你好吳亨利 我會不會玩 你不願意嗎? 你不會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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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玩 你不會玩